国际教练再来看到日本企业倒闭潮还在扩大中吗 从过去的拉面、寿司等餐饮业者 如今包括照护还有金融、保险业也纷纷出现了倒闭问题 光是这一个上半财年就有大约5000家的企业破产倒闭 创下了11年以来的新高纪录 而背后原因除了缺工和原物料的高涨 为了避免人员流失所做的预防性加薪 也带给企业不少压力 原物料上涨、通货膨胀再加上招不到员工 日本许多公司行号与店家真的撑不下去了 根据日本调查机构帝国资料库统计 2024年4到9月的这段期间 全国有惊人的4990家企业破产 创下了11年以来的新高 其中甚至包含了许多经营了十几年的餐厅 有些人都失去 有些文化也有些文化也有些 育成的客户也有些人可能 有些人都没有变化了 由于日元长年贬值 从食品到能源等商品的进口成本随之大增 让制造与零售业成为成本虚动型破产数量最多的行业 在破产的企业中也有接近10%认为 通膨是无法经营下去的主要原因 コロナ禍が終わって アフターコロナで店舗数が増えて 競争も激化している中で 潰れてしまっている 倒産してしまっている会社が多くあると見ています リーマンショックとかバブルとか 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を経験して 乗り越えてきたこういった老舗の企業さんが 今回倒産に至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のは 除了物価因素 许多日本企业也抱怨招不到人 尤其是長照相关产业 目前的看護数量 仅能满足30%的照護需求 迫使企业预防性调高薪资 来留住員工提升额外成本 机构警告 随着日本央行预料将继续升息 加重借贷压力 未来企业的处境将越发艰难 記者陈明俊、邓邦冠综合报导